当时已经其实确确实实已经到了失序失控和无政府的状态了 各个行业好像都支持 尤其是北京科技日报 现在这个报时可能已经没有了 各大媒体也都参与 甚至人民日报都有 你想连人民日报也支持 对 连央视这些播音员什么主持人什么都来了 全来了这些队伍工人扩大了 等于是当时北京至少在北京这边 你体会到是全民是支持这个活动的 支持 当时是支持 当时反正我一直就是觉得这将不对啊 后来差不多大约有十年左右吧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 我是一直认为这个事情早晚会平凡 但是呢随着这个工作呀事业等等的一些 一些阅历的提升啊 包括个人的这个提升呢 越来越理解政府的这种行为 首先现在我意识到年轻人投身政治 本身就有一个错误 年轻人就应该踏踏踏实实学业 然后去永恒 然后呢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如果太早的参与到政治 投身于政治了 这个就成为民粹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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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